出道三十多年的鍋子前 首度擔當戲劇男主角就入圍 戲劇節目男主角獎 溫申豪則是第五度入圍 這次將與郭哥 以同劇同台往內互打 而李信在劇中飾演一代女靈 演技收放自如 二度入圍戲劇節目女配角獎 申豪哥你說你七度入圍金總獎 對 五度男主角 五度男主角 有沒有比較淡定一點的感覺 有 我肯定比郭哥淡定 出道三十多年的鍋子前 首度擔當戲劇男主角就入圍 戲劇節目男主角獎 溫申豪則是第五度入圍 這次將與郭哥 以同劇同台往內互打 而李信在劇中飾演一代女靈 演技收放自如 二度入圍戲劇節目女配角獎 祝福氣勢高昌的查清 團隊不負眾望金上假金 郭哥 入行三十多年 第一次當男主角就入圍了 你的心情如何 心情當然是很開心 尤其能夠跟我們查清的所有的夥伴 一起入圍一起走紅毯 這是非常非常榮幸的 是呢 那申豪哥你說你七度入圍金總獎 對 五度男主角 五度男主角 有沒有比較淡定一點呢 感覺 有 我肯定比郭哥淡定 好 我要爭取時間 因為李信他為了這個角色 其實學了很多很多的京劇 然後其實戲中只剪出一點點 他說他有很多隱藏版的 所以今天讓我們在紅毯 先聽到一點隱藏版的 夏老闆 就來吧 來吧 夏老闆 有請夏老闆 是呢 好啊 是個絕… 太好啦 這就是我那個學很多 然後都不讓我唱完 我現在就趕快加減多唱一點 在戲裡面是沒有 好厲害喔 真的 謝謝三位 祝福…三位 謝謝 來 茶間裡面請 小燻 啊 你開始走 哈哈哈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何皓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柏毅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郭舒 � AT 哈囉 大家好 我是 Villugev 11階 一直覺得 鏽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還聽 看什麼看 快聽了嗎 快樂